最近一直闹得很凶的日韩经济争端问题,广受瞩目。 这个由二战期间劳工问题所引发的经济争端日益发酵, 以至于让本来就已经十分冷淡的日韩关系雪上加霜。 之前日本方面采取限制半导体行业,关键零部件进口的杀招, 让韩国的相关产业出现了断粮的情况。 对于日本砍脖子的行为,韩国民众发起了抵制日货的号召, 并且这一行动,在韩国大有扩张的趋势。 面对安倍的精准击杀,韩国总统文在寅多次呼吁日方, 不要在绝路上越走越软,提出两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该问题。 在僵持了这么久的时间后,日韩两国终于进行了一次连磋商都散不上的沟通。 这次简陋的会谈中,有三个细节,透露出目前两国关系中的大问题。 第一,这次会议,双方都只派了级别很低的官员参加。 可见双方对于这次会谈的期待值很低,甚至可以说压根就没有什么期待。 因为日韩双方所派的参会官员,根本就没有足够高的权力,与参与这件事情的决策。 如果真的有很高期待,那么至少也会派出相关问题的核心决策人员,或是两国政府首脑的心腹人员。 第二,韩国的相关媒体,指责日本对于这次会议十分不重视,连基本的外交礼仪都忽视了。 对于这次会谈的场所布置,存在严重问题。 这次会谈在日本举行。 从会议的现场图来看,日本方面对于现场的布置确实不够用心。 而这无疑反映出日本方面的深层态度。 即在目前的日韩经贸冲突中,日本方面占据优势。 面对处于下风的韩国,日本显然手中的牌更多,也拥有更多选择。 所以日本自然不住击。 从日本之前的态度看,日本方面对于磋商完全不感冒。 可见日本此举的真正目的,是想通过拖延来消耗韩国的耐心。 并让这一出口限制对韩国相关产业,产生足够明显的效果。 进而逼迫韩国在劳工问题上让步。 不得不说安倍的这一招确实狠。 先是精准击杀。 接住采取慢性纠缠办法。 把韩国狠狠地收拾一番。 第三,日韩双方在会谈中,全程气氛冷淡。 甚至双方代表,在会谈开始的时候,都没有握手寒暄。 可见那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紧张气氛。 而在会谈中,双方代表全程表情严肃。 可见双方都没有让步的意思。 虽然韩国在这场对决中处于劣势,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在寅政府能够选择屈服。 之前在劳工问题上,文在寅政府一直坚持强硬姿态,保持了气节。 也赢得了民众的支援。 相比较朴槿惠政府之前,与日本签订了带有虚辱色彩的条约后, 民调大幅下跌。 文在寅政府已经没有退路。 而安倍政府更是不可能在这场处于优势的博弈中退让。 所以日韩之间的经济博弈还将持续上演。 至于结果如何? 让我们拭目以待。